这个棚现在已经准备的基本就绪了 准备采用无土代培的模式 种植这个甜瓜 也是这两年所谓的网红甜瓜吧 就是那个波羊系列的波羊六一 这个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那个波羊系列 波羊六一特别是波羊六一 它这个品种口感虽然好 但是种植的时候啊 如果你这个肥料配方有问题 是非不当很容易造成这个酒瓶 你看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就有很多种植物种这个品种出现酒瓶的问题 我们采用这个无土代培 采用这种模式 对这个酒瓶这个防治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能大大降低了这个酒瓶这样发生的一个几率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种植袋 这个一个袋子里面是种两颗这个甜瓜 种两颗 然后呢 这个里面采用什么呀 秋云粪 看见没 秋云粪 然后秋云粪的透气性现在是稍微弱一些 然后呢我们就加上了这个 看来 这个稻壳 因为稻壳啊 它这个发酵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因为它稻壳上面你看 它上面有一层拉尺层 所以说它会降低它的发酵速度 所以作为栽培机制 和其他搭配以后还是比较好的 再看这边 这边的这个除叶池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看一下 就是说这里面 要就是说把这个水呢放进去 放到这里面 储存水以后 然后把我们这个无土栽培专用的肥料 加入这个储水池里面去 通过这些话呢 可以直接去进行灌溉 实际上无土栽培啊 通过无土栽培栽种这个甜瓜呢 是非常好的 一个呢 就是可以有效的那个提升甜瓜它的糖度 就是我们常说的口感 再一个呢 对这个商品性提升呢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两年我们基本上 中甜瓜都是采用的 这种无土栽培的这种模式 并且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基础投资成本 已经降到非常非常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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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